为了讨生活,我夫妻俩开了家猪肉铺,大热天的,奇怪的是,老顾客都争着买老腊肉,鲜肉竟无人问津,这事儿,真挺反常的,我在当地开了家猪肉铺,是夫妻店呢,咱家小店最抢手的不是鲜肉,反倒是那老火腿和老腊肉,每年啊,等到秋冬季节,西北风一刮,我就开始腌制大批的腊肉,说实话,我家的腊肉,那味道,确实不是盖的,而且越放越香,但今年真是见鬼了,往常夏天没什么人买的腊肉,现在却卖得飞快。 这事儿,说起来都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老王王海,这老顾客,居然想把我存货的老腊肉全都包了,可我跟他说,存货没多少了,他倒好,直接跟我说夏天也给他做一些,而且要的量还不小,我当然拒绝了,夏天做的腊肉,那口感,哎,差了点,咱不能做杂招牌的事儿啊,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是知道王海第二天又来了,一开口就要500斤腊肉,我跟他说,这个季节做不了,口感太差了,他硬是坚持要买,还说, 他老爷子就好这口,就算口感差点,也比其他家的好吃多了,我忍不住调侃他,好吃也不能多吃啊,专家都说了,腊肉吃多了容易致癌。 王海一脸不屑,那些专家教授的话能信吗?嘴里面一句靠谱的,我笑了笑,把空调温度又调低了几度,你说的对,今年夏天这么湿热,专家还说正常,真是胡说八道。 王海点点头,今年天气确实反常,自己得多留点心。腊肉多久能做好?14天吧?行,来得及,你再给我准备200斤猪油。 老王,你这是要干啥?自己家吃得完这么多吗?老爷子爱吃,没办法。好吧好吧,做好了和腊肉一起给你送过去。 都是这些老顾客,买的量大的吓人,一买就是一年的量起步。鲜肉销量还是正常,但我就是觉得买有点不对劲。 我在郊外的山上有自己的老宅,那院子大得很,足有三亩地,还有个大山洞。 我都是在那个山洞里制作这些肉制品的。接单的时候心里那个美啊,觉得这回能挣大钱了。 可开始制作的时候,差点没把我累死,山洞和院子里都堆满了东西。 这辆跟前几年加起来做的都差不多,送到王海家时,居然被门卫给拦了下来。 王海住的那别墅区,九十多栋独栋大别墅,住的都是咱们这点有名有姓的头面人物。 平时我这样的熟人也能随便进,可今天门卫老李就是不让进,非得业主亲自出来取货。 我有点来气,冲老李嚷道,老李,几天不见,你长脾气了呀?连我都拦着。 老李一脸正色地说,老赵,这是业委会的新规定,别让我为难。你赶紧给业主打电话吧。 没辙,我只好给王海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儿,王海就笑呵呵地走出来跟我道歉,老赵啊,真是不好意思,业委会新规定,不让非小区人员进。 你帮我把东西搬到车上吧。 就这样,我又陆续给几位顾客打了电话,都是他们亲自开车出来取货。 这期间,我还看到小区外头正在搬运一大堆米,面,有等生活物资。 而且呀,我注意到小区的围墙也加高加固了,甚至还拉了电网。 这事儿啊,怎么看都觉得有点蹊跷。 送完货,我腰酸腿疼得要命。 晚上跟媳妇聊起这事儿,她也觉得奇怪,说今天还有好多想买腊肉的,但都没结。 实在是累人啊。 后来我提了一句,咱家的腊肉和猪油,放几年都不会坏。 特别是那老腊肉,越放越有味儿,莫非真要出什么事儿。 媳妇安慰我别想太多。 这几天累得够呛,早点休息吧。 只要我和孩子在身边,天塌下来都不怕。 她又说了句,孩儿她爹,这几天转的也多,咱们把楼房的门窗换换吧。 冬天总是漏风,孩子老说冷。 趁现在天热,换个新的,好好封封。 好嘞,媳妇儿,明儿一早我就去看看。 这几天咱先不做腊肉了,又累又热,做出来的口感也差点,可不能把咱家招牌给砸了。 第二天,我来到了建材市场,感觉有点冷清。 我找到了搞装修的刘哥、刘旺。 说起这流旺,跟我还是同村的,我俩挺投缘的。 老刘家在村里是大户,跟我这独门小户可不一样。 村里一百多户人家,就我一户姓赵的,所以我一直都挺低调的。 我一进他店,就直接把一条金玉栏扔到桌上。 刘哥拿起烟,笑了笑说,你总是这么客气,来,快尝尝哥哥这茶。 我走过去坐下,尝了口茶,然后问,刘哥,你这儿怎么看起来人不多呀? 刘哥叹了口气,人都派出去了,说起来也奇怪。 这段忙得没日没夜的,可把我累坏了。 这几天其实需求还是很大,但咱们这小地方现在订不到货了, 接不了新活了,看着人就少了。 我安慰他,累点也好,有钱挣吗? 咱们辛苦工作,不就是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吗? 都是些什么活让你这么忙? 刘哥说,这些有钱人的想法咱也不懂。 他们的房子明明好好的,却非要加装保温层。 最近咱们这边的建材市场都断货了,厂家那边都订不到材料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需求这么旺盛。 你没问问业主是怎么回事? 刘哥耸了耸肩,谁知道呢? 他们就说,去年冬天屋子冷,透风。 有的人家甚至连窗户都加厚了一层,还要做密封处理。 我皱了皱眉,刘哥,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 刘哥挥了挥手,能有啥奇怪的? 那些有钱人钱多烧的荒呗? 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 对了,你来找我是有啥事? 我这才想起正事。 可,我那楼房冬天也灌冷风, 我想着是不是也加装点保温材料,换换门窗之类的。 你那楼房啊,别担心,我待会儿找人去你那看看。 刘哥拿起桌上的烟,点燃后深吸一口。 可是刘哥,你刚才不是说现在建材都断货了吗? 我有些疑惑地问。 刘哥吐出一口烟雾,笑道, 老弟,那些有钱人要求的都是耐低温到零下60摄氏度, 零下70摄氏度的高级材料, 连门窗都是防爆抗低温的特殊材料。 咱们普通老百姓哪需要那么奢侈的东西? 刘哥,往年我们这里最低温度也才零下20摄氏度, 他们怎么会需要那么带低温的材料? 我皱起眉头。 刘哥挥了挥手,轻松地说,能有啥奇怪的。 有钱人把这里当难级了呗。 零下70摄氏度,都是有钱烧的。 我回头派人联系你,去你家实地看看, 咱们再根据实际情况,怎么经济实惠怎么来。 好嘞,刘哥,那我就等你电话了。 我点点头,带着些许疑惑离开了刘哥的门店。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我决定去当地的几个高档别墅区探个究竟。 一路上,我发现不少别墅区的围墙都在进行加固工程, 有的已经完成,显得坚固无比。 在各个小区外,物流车辆忙碌的穿梭,不停地搬货卸货。 这种繁忙的景象让我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当我驶过一个特别高档的别墅区时, 发现路面散落着不少黑色的渣子。 我好奇地停下车,走近一看,竟然是没渣。 五爷听完后,眉头紧锁,沉思片刻后说道, 这事儿看来不小,你找我就对了。 这事儿你不能出面,你先回去。 我去找刘晓我们村长,也是刘武的侄子让他来牵头。 你就装做啥也不知道,偷偷地准备吧。 听五爷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有了底。 临走前,五爷又嘱咐了一句, 你这小子不懂事,光带酒不带腊肉,下次可别这样了。 我连忙硬道,五爷,您放心,腊肉肯定管够。 至于老刘家那边怎么安排的,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五爷确实果断,有威望。 晚上吃完饭,我正琢磨着事情会怎么发展, 村长刘晓的电话就来了,铁柱,明天早上八点, 大队集合,不准请假。 在附近的都得回来,离得远的暂时先不说。 我试探着问,叔,我就在村里呢,是出啥事儿了吗? 村长语气严肃,不该问的别问,你按时到就行。 挂了电话,我心里暗自给五爷竖了个大拇指,靠谱。 第二天一大早,我按时来到大队,发现村长,五爷都已经在了, 还有我们几个在附近城里做生意的也都被叫了回来。 村长把门喷了一声关上,然后就开骂了,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就知道在外面挣钱。 这么久都不回村,看看家里的老人,是不是都忘本了? 还想不想在这村里待了? 刘晓瞪着刘望说,听说你两个多月都没回来看你爹了, 挣啥大钱呢?连爹都不要了。 刘望急忙辩解,叔,不是我不想回来。 今年的生意特别奇怪,不是要做防暴门窗, 就是要做超强保暖,全都是按照零下70摄氏度的标准来的。 我店里技术跟不上,一边干活,一边还得培训, 真的是忙得团团转。 刘望这么一说,大家都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搞物流的刘晓也插话说,今年真是见鬼了, 那些有钱人都是一车一车地买东西, 我都怀疑他们家里收拾都要堆不下了。 衣帽批发的刘晋也抱怨道, 大夏天的,买下装的人没几个, 全都来订防寒衣,这不是有病吗? 现在是防寒衣的淡季, 可今年这淡季怎么跟旺季似的? 我也忍不住插嘴,我也觉得奇怪, 来我店里买的最多的是老拉肉这种能放很久的食物。 经营连锁药店的王磊也挠挠头说, 最近来药店买药的人也特别多,真是奇怪。 包工头胡冰也接着说, 别墅去的活也特别奇怪, 都要求加高加固围墙,还拉电网。 而且工期都特别急,好像赶着什么似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防寒,储备食物,药品,还有防暴乱。 村长又当场给其他在大城市做生意的村民打了电话, 结果也都是一样,都透露出一种古怪的气氛, 也都是关于防寒,储备和防暴乱的准备。 屋子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能感觉到要出大事了, 但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 最后还是村长打破了沉默, 他看向五爷说, 叔,您最有威望,这事您看。 五爷果断地说,我预感有大事。 被寒衣,买保温用品,说明冬天会很冷。 防暴乱则暗示社会可能动荡。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准备总没错。 能回村的就都叫回来, 不回也不强求。 家里条件不好的,可以搬来大队住。 大队也会储备粮食, 并加固房屋,增设火抗火墙来防寒。 大家觉得呢? 众人听后都点头称是,没啥意义。 灾难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社会混乱后的动荡。 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共同面对。 那样的勇气和号召力。 我补充道,五爷,天气巨变可能等不到冬天。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可能就在这一两个月内发生。 我们还需要考虑工期,定个时间才行。 有望回应说, 目前所有的工程都要求在一个月内完工, 如果完不成, 业主们甚至愿意主动加钱。 所以,应该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听到这个消息,屋子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然后,五爷打破了沉默, 那我们就按照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能回来的人都尽量回来, 叫上个家主事的人都来开会。 这件事不许外传。 另外, 我愿意拿出五万块钱来, 尽我自己的一份力。 到时候, 我也会搬到大队去住。 五爷的表态起到了带头作用, 几个小姓村民也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力。 三万, 五万, 十万, 我也拿出了十万块钱。 毕竟是我村都五爷站出来的, 不为别的, 敬佩五爷的担当。 最慷慨的是经营药品的王磊。 他激动地表示愿意出五十万, 并且会立即安排将药店的存货送回村里。 他也是拼了命了。 五爷这是在救大家的命啊。 现在虽然什么都没发生, 王磊还是安全的。 一旦发生了什么, 他作为村里的首富, 就会变成待宰的肥羊。 大家提前做好了准备, 都有了生的希望, 王磊在村子里也就安全了。 只要防备好外村人就行了。 同时我也猜测, 王磊可能知道的比我们更多一些。 他毕竟是搞药品经营的, 路子更广一些, 只是他不敢说而已。 于是大家开始分头行动了, 刘靖开始安排将店铺里的预寒衣物送回村里。 刘业用大货车负责拉运物资, 我也承诺会大量制作腊肉提供给村民。 刘旺则开始把工程队调回村里, 先改造大队的房子, 加固保温设施, 然后建造火炕、火墙, 甚至土炕地暖。 我感觉大家都已经察觉到了异常, 只是没人敢点破, 没人敢说, 都在偷偷摸摸地准备。 现在有了五爷, 这个主心谷才敢公开行动了。 随后又以大队的名义, 开始整理储备清单。 村里多少口人, 多少粮食, 燃油, 发电, 储水等。 尽管要求了大家不能外传, 但是怎么可能不外传呢? 村里就是人多嘴杂的地方。 很快就传开了, 有看我们村子笑话的, 也有学习我们村子来我们村套话的。 总之形形色色, 什么人都有。 我们村子还算比较团结, 毕竟有五爷这样的威望人物在。 刘家又是村里的大姓, 小姓不敢闹事, 大姓都是五爷的晚辈, 也不敢闹事。 偶尔有几个偷奸耍滑的, 这都是小事了, 掀不起风浪。 对于小货来说, 安心考虑天灾就好了, 至少不会太担心天灾过后挨欺负了。 村里家家户户准备的粮食足足的, 也就没必要抢了。 最令我意外和佩服的还要说五爷。 五爷偷偷地安排几个人, 搞了不少的火药。 五爷还偷偷给了我一把土枪。 这老爷子还真有路子, 这是防备着有人将来搞事情呢。 但是, 灾难真的只是严寒吗? 要是严寒不来呢? 五爷就要承受村民的怒火了。 我选择了留在老宅居住, 我也有自己的盘算, 我的老宅位置极佳, 地势也高。 它位于村子的最深处, 且背靠大山, 若真出现什么动荡, 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应对。 城里的房子, 我也放了一些饮用水和食品等生活物资, 不多, 算是给老邻居的一些念想了。 这事不能直接说, 缺少物资了, 我拿破房子肯定会被破门而入。 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人吧。 有些事可以做, 但是不能说, 人心难测。 我对自己老宅的改造, 除了房屋本身的密封保温, 就是增加了土糠地暖和地窖的加固。 地窖是最后的退路了。 毕竟地窖深达四到五米, 再不济也比屋墙厚吧。 还准备了脚踏发电机、药品等。 燃煤和木柴也有很大一部分, 堆放在了室内。 我媳妇还特意准备了很多的营养土, 不得不佩服女人的智慧。 未来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乐趣。 村子以外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各地出现了修建地下公事的传闻。 社会治安还是比较稳定, 这点要给国家点赞。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 村里开始谣言四起, 有些人开始背后对五爷说三道四。 五爷毫不在乎, 仍旧是要求继续加固大队房屋, 加强保温保暖。 五爷第一个带头住了进去了。 夜晚, 宁静的村子被深邃的黑暗包围, 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烁。 我走到屋外, 本想透透气, 但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震撼。 天空仿佛被五彩的绸带轻轻挥舞, 绿色、紫色、红色的光带在空中跳跃, 交织, 如同天堂里的一场狂欢舞会。 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而又神秘的景象, 感觉有点像电视上见过的极光, 不禁看得出神。 就在此时, 远处的高压线塔上冒出一串串火花, 像是被点燃的烟花, 在夜空中异常刺眼。 紧接着, 村子里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的熄灭, 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 只剩下天空中的彩色光带还在舞动。 我试图拿出手机查查成情况, 却发现手机屏幕黑屏, 怎么暗都没有反应。 突然, 村里的广播中传来了刺辣刺辣的噪声, 像是电流不稳定造成的干扰声, 让人心烦意乱。 村子里陆续出现了各种奇特的现象。 汽车突然响起了警报, 车灯忽明忽暗, 仿佛在与天空中的光带相呼应。 家里的电视机屏幕却莫名其妙地亮了起来, 闪烁着雪花点。 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 不知道这场天空中的美丽舞蹈 与这些奇怪现象之间有何联系。 但能感觉到, 这个平静的夜晚已经彻底改变了。 随着各种电子设备的失灵, 村民们开始惊恐起来。 他们纷纷走出家门, 查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当他们抬头看到天空时, 都被那绚丽的景象深深吸引。 一时间, 村子里人心惶惶, 每个人都在猜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电力中断了, 通信中断了, 发电机烧毁了, 村里变成了信息孤岛。 等待中的严寒并未如期而至, 反而是一股热浪伴随着突发的诡异景象而来。 村民们的生活陷入混乱。 酷热难耐, 村民们心中的怒火更是难以遏制。 他们愤怒地聚集在大队门口, 冲着五爷发泄着不满。 五爷, 你看看这都什么事儿? 我们的电气全毁了, 你要负责。 身材魁梧的榴弹怒吼着, 他的脸上满是愤怒的红韵, 瞪大眼睛盯着五爷。 其他人也群情激愤, 他们挥舞着手臂, 口中不断咒骂。 在他们看来, 五爷应该为这场灾难负全责。 他们的自私与无知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只关心自己的损失。 面对村民的指责和谩骂, 五爷保持着冷静, 他深吸一口气, 准备解释。 然而, 村民们并不想听他的解释, 他们只想找到一个发泄的对象, 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人。 就在紧张的气氛即将引发冲突之时, 我奋力几过人群, 端起土枪, 朝着天空扣动了扳机, 碰了一声巨响。 这声枪声瞬间压制住了人群的愤怒, 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我挡在五爷身前, 土枪紧握在手中, 大声喝道, 你们谁敢再上来一步试试。 刘弹不屑地对我说, 赵铁柱, 你凑什么热闹? 这是我们老刘家的事情, 你一个外人少管闲事。 我虽然知道刘弹是个混蛋无赖, 但没想到在利益面前, 他竟敢如此嚣张地挑衅五爷。 我并未回应, 只是用枪口默默地指向他。 刘弹见状, 顿时未缩, 不敢再轻举妄动。 五爷十分冷静, 他示意我退到一旁, 然后轻蔑地对刘弹说, 刘弹, 你算什么东西? 把你爹叫来, 你还不够格在这里耍横。 刘弹不甘示弱地反驳, 五爷, 你明明可以让大家提前预防, 现在却搞得我们损失惨重, 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吗? 刘弹的几个小跟班也应声附和, 就是, 我们都是按照五爷的吩咐去做的, 五爷你就得对我们的损失负责。 我心中愤怒不已, 这帮人实在是太无耻了。 五爷却不动声色, 他接过我手中的土枪, 对准了榴弹其中一个跟班手中的木棍, 砰了一声枪响。 那木棍应声而断, 那小子吓得尿失禁, 脸色惨白。 这一枪, 让五爷彻底震住了场面。 他端着枪, 冷冷地问道, 我刚才没听清楚, 你们谁说说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 这时, 人群中又传来村长刘弹的声音, 大家冷静点。 请听我说几句。 村民们又开始窃窃私语。 防寒加固是村大队的决定, 与五爷个人无关。 今天的电气损毁完全是天灾所致, 非人力可以抗衡。 村民们仍然不满意, 要求村里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面对群情激愤, 刘晓作出一个承诺, 关于防寒加固给大家带来的损失, 村里将负责全额补偿。 今天的电气损坏纯属天灾, 与五爷毫无关系。 村里将全力协助大家开具证明, 办理保险理赔或向上级反应情况, 尽力为大家争取更多的补偿。 听到有补偿的希望, 村民们终于慢慢平静下来, 场面也逐渐恢复了秩序。 就在这时, 刘大尔的父亲终于现身了。 他狠狠地拧着刘大尔的耳朵, 一路拖行到五爷面前, 向五爷赔礼道歉。 刘大尔父亲满脸的愧疚和歉疑, 不停地鞠躬致歉, 表示会好好管教自己的儿子。 经过这一番波折, 事情才算是真正得到了解决。 刘大尔父子的行为却让我厌恶至极。 数日后才知道, 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太阳电磁风暴。 电力、通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通信和电力的恢复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大部分的民用电器设备都受到了损坏。 很多村民各有心思, 对于抗寒的安排就不再积极了。 不过五爷还是带着一伙人, 继续坚持修缠大队的房屋。 甚至觉得目前做得远远不够。 村里的发电机等机械, 五爷也在安排人维修, 但是进展并不乐观。 也有一些人离开了村子。 只是这些人不知道更大的灾难真的要来了。 灾难发生前四日, 气温突然飙升, 太阳如一团火球高悬空中,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融化。 人们走在烈日下, 感觉像是被火焰炙烤。 村里弥漫着不满与焦虑, 有些人又开始将责任归咎于五爷, 仿佛他能掌控天气一般。 三日前, 炎热并未有所缓解, 反而愈演愈烈。 大队的住处变得越发酷热, 有人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环境而选择搬回自己家。 人心更加涣散。 两日前, 热浪更加肆虐, 即使是阴凉处也感觉不到一丝凉爽, 风都带着滚烫的温度。 更糟糕的是, 部分村民发现家中的水井已经干枯, 五爷果断地带头储备水, 但他的这一举动却引来了一些村民的指责。 他们当面抱怨和怀疑五爷的动机。 我又去了一次大队, 要五爷去我那。 五爷不同意, 五爷坚持留守在大队。 回到家中, 我也开始尽可能多地储备水。 幸运的是, 我的两处老头乐都能打出水来。 一日前, 太阳依旧炙热如火, 但周围却陷入了诡异的宁静中。 山林中的鸟鸣和重生都消失了, 只剩下死寂般的沉默。 这种压抑的气氛让更多的人选择离开。 也有一些之前离开的人返回了村子, 从城里带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军队正在大量转移居民。 这一消息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然而, 紧张的气氛和对五爷的质疑声也同时达到了顶点。 五爷丝毫不理会这些杂音。 我和老婆, 孩子全部都待在家里没有外出。 两条大狗也都趴在屋里。 事发当天, 气温再次攀升, 烈日炎炎, 阳光灼热到几乎能融化一切, 任何人都不敢在户外久留, 否则皮肤恐怕都要被烤焦。 村里的一些小年轻受到了炎热的挑衅, 又心生不满, 开始准备煽动大家向五爷讨要说法, 认为这一切都是五爷的责任。 那些厚颜无耻的小年轻, 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大堆外徘徊。 他们心怀不轨地聚集在大堆外面, 企图制造事端, 扰乱村里的秩序, 获取自己的私利。 可惜, 根本抵挡不住酷暑的侵袭, 无法忍受高温的他们, 没过多久便一个个败下阵来, 如同丧家之犬般灰溜溜地离去。 中午时分, 山林变得更加寂静, 仿佛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此刻, 一点风吹,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这种静谧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 静得可怕, 突然收音机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 滋辣滋辣, 这几天受太阳电子风暴的影响, 很多通信设备毁坏, 还在逐步修复中, 滋辣滋辣, 通信仍旧可能会随时中断, 请大家居家不要外出, 预计会出现极端严寒天气, 滋辣滋辣, 请待在室内不要外出, 注意预防极端严寒天气。 收音机里重复了几遍以后, 信号似乎又中断了, 恢复了滋滋滋的声音, 村民们笑了, 这么热的天, 哪个傻冒冒冲的, 竟然说要出现极端严寒天气? 很多村民都不相信, 还有一些村民跑到大山里乘凉去了, 我把所有东西又检查了一遍, 保证随时可以点火生炉子, 防寒的衣服全部又检查了一遍, 天气太热, 检查这些又出了一身汗。 下午三点, 我被黑子和皇子的一阵阵狂叫声吵醒了, 孩子被吓哭了, 媳妇哄着孩子, 黑子眼中充满了恐惧, 盯着外面狂叫, 我突然感觉一阵寒意, 浑身打着哆嗦, 外面一阵咔咔声, 还有房间玻璃的破碎声, 我靠, 院子地面结冰了, 我喊起来, 地面肉眼可见的快速结冰, 正朝向屋内移动, 我朝媳妇喊道, 你和孩子赶紧去地窖, 我这边赶紧点火, 炉子, 汽油早就准备好了, 火一下就被我生了起来, 还把我的头发摇了一大片, 我把黑子叫过来, 赶紧关紧屋门, 火是点起来了, 但是地面结冰的速度并没有停止, 屋顶也出现了结冰, 慢慢向我压来, 已经被我媳妇拽着去了地窖, 我顾不得多想, 虽然炉子里面的火点起来了, 但是热起来还需要时间, 我就在屋内直接点火, 顾不得太多了, 先别被冻死再说吧, 屋里有提前准备的柴火, 爆了一捆放到房子中间, 浇上汽油, 就点了起来, 火苗瞬间窜起, 虽然危险, 但是感觉墙壁向下结冰的速度降低了, 但仍旧在缓慢地向下结冰, 然后听到清脆的卡, 墙上的温度计裂了, 那个温度计的极限低温是零下30摄氏度, 我又填了一些木柴在地面的火堆上, 煤炉子里面的火终于旺起来了, 这时紧张稍缓, 我这才感觉自己身上被冻得生疼, 媳妇从地窖出来, 给我披上了一件皮大衣, 让我赶紧去地窖里面, 我看火已经升起来了, 至少煤炉子灭不了, 就拉着媳妇, 还有黑子, 一起钻到地窖里面去了, 媳妇和孩子已经全身武装了起来, 都穿成了一个大皮球, 地窖里面没有炉子, 但是地窖上面有炉子啊, 冷气应该不容易渗透进来, 而且有四到五米的深度呢, 我在地窖里面穿好防寒衣服, 让孩子老婆在下面好好待着, 孩子已经不哭了, 但是也比较呆, 估计受了一些惊吓, 我要上去守着炉子, 炉子不能灭, 这是一家人的希望, 炉火要是灭了一家子, 就全都完了, 媳妇吊着眼泪, 紧紧地拉着我, 声音哽咽着不让我上去, 但是不上去不行啊, 都说, 十年夫妻亲一口, 噩梦能做好几宿, 但是我还是搂着媳妇, 亲了一下她的脸蛋, 这女人也是有些奇怪, 竟然没踹我, 只是说, 有情况就赶紧下来, 要死咱们一家人死在一块, 我和孩子在地窖等着你, 再次到地面时, 乌墙四周已经大面积结冰了, 不过火炕和火墙还算是好使, 没有结冰, 只是发出啪, 啪, 啪的声音, 不知道严寒下, 砖头会不会碎裂, 内心也是没着没落的, 担心砖块适应不了温度的巨变, 碎裂了, 科学知识不够, 涂法子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这间屋子窗户提前都被封死了, 不然窗户玻璃肯定是要碎裂了, 谁能想到气温突然下降这么多, 温度表最低温度是零下30摄氏度, 温度表已经冻裂了, 说明刚才的温度是远远低于零下30摄氏度的, 炉子里的煤火燃烧得越来越旺, 没有熄灭的迹象, 墙面上的冰也没有再继续蔓延的迹象, 也没有融化的迹象, 目前应该是达到了平衡, 地窖在屋子下面, 地窖的温度应该不会再降低了, 我也放心了一些, 看着炉火又添了一些煤, 屋子的柴火也再次添加了一些木柴, 口里念叨着, 再冷, 应该也不会把火冻住吧, 只要火不熄灭, 我们一家就能火, 我守着火炉, 也感觉冷冷的, 我又钻回了地窖, 告诉媳妇温度稳定住了, 媳妇才放心下来, 我和媳妇默契地说, 这就能火下来了, 地窖有脚踏式发电机, 开着灯, 并不黑, 也挂着温度计, 气温零下20摄氏度, 冷点, 但是有了郁寒的衣服, 至少现在还是能火命的, 我搂着媳妇, 还有两个孩子, 一起互相打气, 只是穿的衣服太厚了, 都是一个大皮球似的, 根本抱不上, 拉拉手也算是一家人在一起了, 我和媳妇在外围, 两个孩子在中间, 两只狗也委屈巴拉地呜呜叫着, 我拿出两床大棉被围在旁边, 两只大狗钻了进去, 也是冻坏了, 多亏了黑子和黄子, 不然就要在睡梦中冻死过去了, 我和媳妇感叹, 刚才那会儿不定死了多少人啊, 这个急速降温, 让我亲身体验了一把电影后天中的场景, 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些场景是骗人的, 现在才知道, 地面, 墙面, 真的可以肉眼可见地快速结冰, 个人盲猜, 外面起码零下40摄氏度, 零下50摄氏度的样子吧, 人类还是可以在这样的温度下生存的, 不知道大队那边的情况, 希望我也好好的吧, 第一关, 我家挺过来了, 只要温度不下降, 我们一家就能活了, 媳妇在那抱着孩子, 委屈地说道, 这么大的灾难, 那些专家教授是干什么吃的, 我说道, 这样的专家教授也有好处, 媳妇疑惑道, 为啥, 白养着这些专家教授, 我解释道, 如果专家教授公开说世界末日了, 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 媳妇随口说道, 什么结果? 提前有准备, 积极自救呗, 我正色地说道, 错, 那咱们可能活不到灾难发生前, 就被周边的人杀死了, 媳妇不解, 为什么? 我反问道, 五爷受没受委屈, 承担不承担压力, 有几个感谢五爷的, 今天还有人要去找五爷闹事, 这还只是一个村, 一个城市多少人? 提前知道了, 世界末日要来, 社会就要动乱了, 媳妇颤抖着手, 轻轻地抹着眼泪, 她的声音低沉而颤抖, 这一次肯定要死不少人啊, 我抱紧媳妇孩子, 说道, 至少我们一家人还都活着, 这就够了, 我又看了看地窖的温度, 仍旧是零下二十摄氏度, 看来外面的温度稳定住了, 我又钻出地窖, 看了看煤炉子, 煤炭燃烧得很好, 地面上的木柴已经烧完了, 屋内虽然仍旧很冷, 但是四周和地面没有再发生什么变化, 气温的骤降应该是结束了, 我没有勇气离开煤炉子太远, 毕竟我没经历过这种严寒, 谁知道打开屋门会是什么情况, 一家人在这里苟着就很好, 地窖里传来媳妇的声音, 孩子饿了, 弄点吃的吧, 我可是犯难了呀, 有储备的水, 但是结冰了, 老头乐貌似也冻住了, 至少我不敢去那边, 地面结着冰呢, 我又钻回地窖, 提着一个大铁桶放到炉子上, 铁桶里面本来放的是水, 现在都结冰了, 直接放在炉子上烧吧, 不过也不着急, 反正还有好几桶呢, 慢慢烧, 过了不短的时间, 水化开了, 我又找来铁壶开始烧水, 虽然是慢一些, 但是水还是可以烧开的, 我一度以为这样的温度下, 水是烧不开的呢, 哈哈, 无知了, 乐观地想一下, 又长知识了, 严寒的环境下, 谁也是能烧开的, 竟然不自觉地看着烧开的热水, 傻笑起来了, 或许这就是劫后余生吧, 然后我给媳妇, 孩子, 还有黑子两口子, 做了自热米饭, 还有热水喝, 身体就能感觉到暖和了, 地窖里感觉也有些热呼气了, 这段时间也不算是无聊, 我踩着脚踏式发电机, 灯光可以提供足够的照明, 我和媳妇都没什么文化, 这会儿媳妇拿起了很久没看过的书, 开始和孩子做游戏讲故事, 看着还挺温馨的, 虽然是灾难, 但是难得没有为了几两岁银子的生计发愁, 也算是别样的岁月静好了, 我也会时不时地摆弄一下收音机, 还是滋滋滋的声音, 这说明外面的情况还是比较糟糕, 至少目前没有恢复通信, 但是我坚信国家一定会来救助我们, 所以我每天都会多次调整收音机, 掌寻频道, 日子过得不快也不慢, 两个孩子慢慢地适应了当下的环境, 时不时地也会主动钻出底角, 两个孩子在梅炉前, 一边烤着香甜的红薯, 一边轰着手, 享受着这份淳朴的温暖, 孩子总是无忧无虑的, 这几日紧张的情绪也开始放松, 晚上, 我睡得非常沉, 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 滋滋滋滋滋, 某某事, 某某路已经建立了多个救助中心, 滋滋滋滋, 地点在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信正在逐步恢复中, 相信生命的顽强, 祈求生命的奇迹, 请大家坚持住, 我们绝不放弃, 滋滋滋滋, 救援队, 滋滋滋滋, 以全面开展救援行动, 尽量在明显处留下信息, 方便救援队搜救, 我和媳妇一起, 一遍一遍地听到这段重复的录音, 相拥哭泣,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终于, 我和媳妇用煤灰在开阔处写出了一个大大的SOS, 终于等来了救援队, 我们被战士带到了雪地装甲车, 现在安全了, 我在车里还看到了很多村民, 脸上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一路驰骋, 驶向救助中心, 经过市区时, 街道两旁, 原本繁华的店铺和建筑被厚厚的冰雪覆盖, 显得破败而寂静, 楼房的窗户破碎不堪, 玻璃碎片在寒风中摇曳, 发出尖锐的声响, 裸露的钢筋和断臂残垣在风雪中显得更加凄凉, 道路上, 厚厚的积雪几乎掩盖了一切, 偶尔露出的被冻僵的头颅, 令人触目惊心, 他们的面孔扭曲, 眼神空洞, 仿佛在诉说着生前的恐惧与绝望, 身体则被深埋在雪下, 只留下一片死寂, 有些室内, 也能看到被瞬间冻僵的人, 他们保持着死前的姿势, 有的蜷缩在角落, 有的倒在地上, 有的还坐在沙发上,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与无助, 让人不忍直视, 媳妇紧紧地捂住孩子的眼睛, 她的眼眶中蓄满了泪水, 却强忍着不让他们掉落, 她害怕, 怕这残酷的现实会吓到孩子, 她依偎在我的怀里,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像是在寻找一丝丝的安全感, 我紧紧地搂着她, 想要把我的力量和勇气传递给她, 让她知道, 无论何时, 我都会在她身边守护着她和孩子, 别怕, 别怕, 我轻声在她耳边说道, 咱们一家人都还活着, 我们被安顿在地下救助中心, 一踏入其中, 灯火通明, 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我暂时忘却了外面的极寒与恐怖, 我们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许, 正当庆幸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尖锐的呐喊声, 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 紧接着, 原本稳定的灯光开始闪烁不定, 忽明忽暗, 人们开始慌乱起来, 四处张望, 不知所措, 脚步声, 呼喊声, 撞击声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首惊恐的交响曲, 我疑惑地看向远处, 只见一群形态怪异的人正缓缓向我们逼近, 他们的身体扭曲着, 仿佛不受自己控制, 脸上露出争鸣的表情, 近处的人们开始奔跑, 试图逃离这群怪物的追捕, 然而, 有些人躲避不及, 被那些怪物猛然扑倒, 紧接着, 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咬声和绝望的惨叫回荡在四周, 我惊恐地意识到, 这些怪物竟然是丧尸, 我四处张望, 寻找逃生的出路, 但四周都是混乱的人群和丧尸的嘶吼声, 正当我惊恐万分时, 我突然发现我媳妇的眼睛变得血红, 她的身体也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抽动, 她突然扑向我, 一口咬向我的脖子, 我惊恐地大叫一声, 试图推开她, 我根本无法挣脱, 疼痛传遍了我的全身,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变成了一只丧尸, 眼中仿佛一潭死水般, 没有任何生气, 变得呆滞而空洞, 我挣扎着, 试图找到一线生机, 但周围已经变成了丧尸的乐园, 人类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绝望中, 救助中心的广播里传来了, 滋啦滋啦, 请不要来某某室某某救助中心, 请远离这里, 滋啦滋啦, 这里发现, 啊,啊, 一定要远离这, 啊, 我猛然从睡梦中惊醒, 满头大汗, 心跳依然急促, 四周一片寂静, 只有屋外的寒风在呼啸, 我喘着粗气, 努力平复内心的恐惧, 原来又是一场噩梦, 媳妇孩子还安稳地睡在旁边, 我们还在老宅里面躲避严寒, 那份恐惧和疼痛过于真实,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 我没有了睡意, 我站起身来, 在地面上刻画出我每天都会记录的树倒, 此刻, 地面上已经密密麻麻地画了几十个这样的树倒了, 这天, 我发现屋内墙面上的冰开始消退, 地面的冰层也已消融无踪, 厚厚的衣服感觉有些热了, 奇怪的是地窖里面还是很冷,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知道的吗? 帮忙科普一下, 然后, 媳妇, 孩子, 大黑两口子搬到地面上生火了, 这么久, 我大着胆子第一次打开屋门, 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一片雪白, 再次摆弄起收音机, 仍旧是滋滋滋生, 我们也不着急, 最大的危机就是低温, 目前熬过来了, 吃的喝的并不愁, 这样狗着也挺好的, 孩子是无忧无虑的, 孩子和黑子两口子, 在屋里追逐打闹, 只是禁止孩子去室外, 室外什么温度不知道, 我这几天扔到外面的52度白酒结冰了, 60度的白酒还没有结冰, 虽然温度很低, 但是不用担心被抢, 这个温度, 普通人在外面待不了多久的, 想出来抢劫的话, 估计没到地方, 人就会结冰了吧, 即使没有之前的电磁风暴损毁, 太阳能电池板, 燃油发电机, 汽车, 这些普通民用的东西, 同样是熬不过这种严寒的, 零下30摄氏度, 就已经是这些民用电器设备的极限了, 更何况现在是能够使52度白酒结冰的极寒, 我之前还想着用铁仙清清门口的雪, 结果只是用铁仙清清拍了拍地面, 铁仙就碎了, 我和媳妇也不打算出屋了, 就是整理收拾其他的几个被封闭起来的房间, 扩大我们的生活空间, 煤和木柴也堆满了一大屋子, 足够坚持取暖很久了, 媳妇发展出了一个新技能, 种菜, 这时我才发现, 媳妇之前储备的营养土派上了用场, 室外虽然寒冷, 但是室内目前已经非常温暖了, 媳妇开启了火炕种植, 而我研究起了冻梨, 冻苹果,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 冻梨比冻苹果好吃太多了, 大家有机会也试试, 吃得并不愁, 水也足够, 就算水不够, 并不用担心, 外面这个鬼天气, 要是有坏人能坚持到来, 我还是很佩服坏人的勇气, 而且我手里还有五爷给我准备的土枪, 闲暇时在摆动收音机尝试着与外界联络, 山下的村子也没动静, 我也不好奇, 好奇害死猫的道理我懂, 但是远远地可以看到村子里面的鸟鸟吹烟, 火是人类闻名的种子, 有吹烟就说明村子里面的人都还活着, 我们并不孤单, 还是在家苟着好, 就这样静静地等着, 正当我慢慢地享受这份岁月静好, 也尝试忘记那份恐惧和疼痛过于真实的噩梦时, 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 滋辣滋辣, 某某事, 某某路已经建立了多个救助中心, 滋辣滋辣, 地点在, 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信正在逐步恢复中, 相信生命的顽强, 祈求生命的奇迹, 请大家坚持住, 我们绝不放弃, 滋辣滋辣, 救援队, 滋辣滋辣, 以全面开展救援行动, 有了一阵阵鞭炮声, 像是村民们对希望的呐喊, 四周的村庄里, 鞭炮声也此起彼伏, 传递着无尽的喜悦与希望, 媳妇嘴里念叨着, 大家都还活着, 都活着真好, 孩子不解地问, 妈妈, 过年了吗? 大家为什么都在放炮账? 媳妇搂着孩子说, 救援队就要来了, 还他爸, 咱们也去放炮账, 庆祝一下, 媳妇的火炕种植也等来了第一波收获, 黄瓜, 媳妇还在努力研究尝试酒黄, 生菜, 只是我还没有回过神来, 又想起了那个进入救助中心的恐怖噩梦, 活着真好。